在2024永不放棄世界十月日 環台123的活動中 約11點 山頭颱風登陸 所以遊覽則停告在 中游新源威盛武防站 遭遇約17疾風 約每小時245公里風速 度過了人生最精簡的4小時 颱風來 我們還這樣子 你們這些違反規定 颱風來沒有在家裡 好,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這個颱風動態 如果你的手機還有訊號的 我剛剛有把目前颱風的位置的截圖 放在我們的群組裡面了 你可以打開你的手機來看一下 目前 我們剛剛12點左右到這裡 現在是1點鐘 它的位置只移動了一點點 所以我們整個都還是籠罩在 籠罩在這個颱風中心的暴風圈裡面 小時以後我們颱風走快一點 我們可以在暴風圈的更外圍一點 風雨小一點 我們希望4點鐘可以 開往旅店的路上 但是颱風不會聽班長的指令 我們還是要依照實際的狀況來做確定安全提供 報告一下我們去旅店的路程跟路上的危險 群組的倒數第二張照片 就是我剛剛有用Google地圖 Google了一下 這個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東港 我們住宿的位置是在峰港 有47公里 開車要1小時又3分鐘 然後我們這邊是離海岸邊還有一點距離 但是我們去到中鑽林邊以後 是沿著海岸線走的 如果風雨還這麼大 那是很危險的狀況 所以我們討論以後 確保我們的安全 讓車窗不要破 車子可以保護我們的安全 哦... 哦...OK 我們快到了 好 今天15年吧 我們這次度過那個台風天 對 現在加油站 每一段週脈 等一下